美國完成了阿富汗撤軍之後 拜登是首次公開演講 這一次的撤軍在美國 國內被很多人批評是恥辱失敗的 而且拜登的民意支持率 還是一直跌到了上台以來的最低點 不只如此 美國的盟友紛紛對於拜登政府 表示失望的 結果還公開批評拜登 拜登被說內外夾擊 結果他現在又搬出了大陸 來當作想要神救援嗎 他再度捍衛阿富汗撤軍的決定 表示這是一個成功的行動 真的有成功嗎 他說這是一個正確明智的選擇 而且還特別強調說 警告世界正在發生變化 美國正在面臨什麼呢 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激烈競爭 以及俄羅斯的多重挑戰 而且還說會遭逢到網路攻擊 跟核擴散等等的問題 美國可以同時做到打擊恐怖主義 因應包括現在以及未來 將會繼續存在的新威脅 他表示說在這一場戰爭當中 在這場競爭當中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最希望的就是美國在阿富汗 升陷另外一個十年的困境 我們來聽一下拜登是怎麼說的 中國大陸的衛生 世界正在変地 我們香港公 wars 我們會有組別的爭埵 我們會有組別的挑戰 我們正面交往eli 在幾面面中跟俄羅斯 我們會有攻擊 啊 我們會有衝判 發生 Sea mus鏡 我們的風格 美國所謂再次的散佈 中國大陸的中國威脅論 其實大陸外交部的發言人 趙立堅就曾經在四月的時候 做出堅決的回應 他表示說 這個英語有一句話叫做 拿著槌子的人 看什麼都像釘子 英文是 To a man with a hammer 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 他就說用這個禮語來譬喻 他說美國企圖永遠想要維持 世界的霸權 主導國際的規則 因此看誰都好像是挑戰威脅 都好像是釘子一樣 這是典型的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在全球化的時代 用意識形態劃線 拉幫結派 搞針對特定國家的小圈子 才是對國際秩序的破壞 終究是不得人心的 也沒有出路的 其實這是拜登 在美軍831正式從阿富汗撤軍之後 就這一個最後一個軍人 就被網友說 這根本不是撤軍 而是逃離嗎 831正式從阿富汗撤軍之後 他的首度公開發表演說 而面對批評就被說 又想甩鍋給大陸跟俄羅斯 你認為拜登又想甩鍋給大陸嗎 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跟想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分享我們的影片 其實拜登在這半小時的演說當中 盡全力的捍衛阿富汗撤軍的行動 他還表示說這項行動 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歸咒於美國的軍方 還有外交人員的情報人員的技能 勇氣跟無私的勇氣 對於外界質疑定在8月31號 是最後撤離的期限決定 拜登反擊指出來說 這不是任意決定的期限 目的是要挽救美國人的生命 他也表示 如果有90%想要離開阿富汗的美國人 都能夠離開的 美軍最後撤離大概是5500名的美國人 對於還是滯留在當地的美國民眾 沒有最後的期限 只要他們想離開 美國就會致力協調 協助他們離開阿富汗 拜登也再度的誓言 會繼續追捕 日前在喀布爾機場附近 發動的恐怖攻擊 也就是呼羅山 伊斯蘭國ISIS-K 強調我們之間還沒完 他誓言會採取強硬 無情 有針對性且精準的戰略 聽聽看拜登怎麼說 I斯蘭國ISIS-K 我們現在沒有做過 還未完結 I believe the best path to guard our safety and security lies in a tough, unforgiving, targeted, precise strategy that goes after terrorwhere it is today,not where it was two decades ago. That's what's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may God bless you all. And may God protect our troops. 拜登最後還說拒絕再讓另外一個世代的美國兒女參與這場早該結束的戰爭 撤軍是正確而且明智的決定 是對美國最好的決定 他還不忘自誇 說過去十七天 我們的部隊執行了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空運撤離行動 共撤出超過了十二萬名的本國 還有盟國公民 以及美國的阿富汗盟友 但待會兒會告訴你 拜登現在被他的盟友曾經救過他的盟友說 你怎麼把我給拋棄了呢 美國其實在國際間的影響力被說衰敗了 看到大陸崛起有點緊張嗎 在世界各地都鼓吹 中國威脅論 大陸駐美大使秦剛 他就說 認為大陸發展的目標 就是要挑戰和取代美國嗎 這是嚴重的誤判 三十一號呢 他其實是應邀出席了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董事會 為他履新所舉行的這個視頻歡迎活動 你看那麼多人 秦剛在這裡啊 另外呢 他也發表了演講 前美國的國務卿 季辛吉呢 他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他也有參與 秦剛呢 有特別強調說 今年啊 是季辛吉博士 秘密訪華 和中美乒乓外交的 五十週年 中美呢 兩國的老一輩領導人 用非凡的戰略智慧啦 遠見的勇氣 還有超越意識形態的分歧 重啟了中美關係的一個大門 給兩國人民 帶來巨大的福祉 極大促進了世界和平與繁榮 那現在呢 中美關係又來到了一個怎麼樣 新的歷史的關口 面臨呢 前所未有 複雜嚴峻的局面 美國上一屆政府 採取的極端對華政策 給中美關係呢 造成嚴重的破壞 而這個局面呢 到現在其實都還沒有改變 甚至還在延續當中 這跟呢 中美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啊 其實還有國際社會 普遍的期待都是背道而馳的 因此呢 秦剛指出來說 美國有人否定呢 中美關係五十年來的發展成就 希望用戰略競爭來重新定義中美的關係 但是呢 他認為中美接觸的時代 這個合作的時代已經必須終結嗎 他認為不是這樣子的 他說啊 其實要用競爭取代對抗這樣的做法呢 其實有些人認為大陸是在讀美國書嗎 但是他特別強調的是說 大陸發展的目標就是要挑戰和取代美國嗎 他認為不是這樣子的 那這是呢 對大陸啊 所謂的戰略意圖 很嚴重的誤判哦 他認為這是一個大誤判 他說呢 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是為了更好的滿足中國人民 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 中國大陸呢 從來不把自己的命運呢 壓寶到別國的身上 大陸啊 要不斷的超越的是自己 從來沒有把超越美國 來當成他的目標 從來沒有想要挑戰和取代美國 和稱霸世界的野心 中美啊 是密不可分的利益攸關方 各自的成功呢 都彼此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大陸並沒有讀美國書啊 樂見美國是憑藉自己的力量 而不是呢 靠壓制別國 或讓別國吃藥 去解決美國自身的問題 所以呢 請剛剛還特別說 美國有人會認為說 美國要從實力來出發 跟中國大陸打交道 就像呢 戰勝以前的蘇聯一樣 贏得對華的新冷戰 這是呢 對歷史 還有大陸的嚴重無知啊 大陸呢 其實不像前蘇聯 前蘇聯的這個命運 是國霸必衰的前車之劍 所以呢 中國大陸不會上演 這個前車之劍 今天中國共產黨 領導下的中國呢 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不斷的完善 其實哈佛大學的 肯尼迪政府的學院 連續十年呢 都有針對大陸民眾進行的民調結果 就顯示大陸民眾呢 對於政府的滿意度 連續十年都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下 大陸跟美國與世界是緊密融合的 從來不搞侵略擴張 也不輸出自己的政治制度 還有發展模式 把冷戰模式呢 生意能搬到現在的中美關係 把大陸當成了對手跟假想敵 如同唐吉柯德挑戰封車一樣 是非常的荒誕以及危險的 美國真的很擔心被大陸追趕過去嗎 美國有三大的武器 美元美債跟美軍 那大陸的經濟實力呢 不斷的拉近美中之間的距離 像是高盛的經濟分析師呢 在研究報告當中有預測 大陸人民幣在二零三零年之前 將會超過日元英鎊 成為全球第三大的準備貨幣 目前呢人民幣在十二兆美元的 全球貨幣準備當中 排名第五 前四名分別是美元 歐元 日元 英鎊 這份報告指出來說 全球央行未來五年 持有人民幣計價的資產 規模可能會從目前的 兩千八百七十億美元 增加到四千億美元 二零三零年以前呢 人民幣在全球準備貨幣的占比 估計會從現在的百分之二點四 增加到百分之六 增加了很大一部分 很有可能是由日元 占比下降而來的 美國常常是指控大陸 要為新冠病毒負責嘛 但是大陸有可能是其他國家的 代罪羔羊嗎 二零一九年年底的時候 發生在大陸武漢 華南海鮮市場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過去被認為是病毒最早的發源地 但是呢大陸疾控中心日前表示 當時可能是有冷鏈產品啦 引入病毒啦 再輸入大陸的 大陸專家就說呢 透過流行病學的調查分析 還有呢病毒的核酸 還有血清抗體的檢測等方式 都證實了病毒是透過冷鏈 從境外輸入大陸 代表呢華南海鮮市場的疫情 可能是有冷鏈引入病毒 大陸當局也強調病毒溯源 應該由各國一起來調查 而不是單一國家 例如是大陸的責任而已啊 您也支持來看到呢 應該在各地溯源 而不是只在大陸溯源嗎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跟想法 來看到就是呢 大陸外交部犯人汪文斌 在記者會上 抨擊你美國情報部門 發出的新冠病毒溯源報告 既虛假又政治掛帥 呼籲呢這個美國 應該用科學為主 關注自身的對抗疫情 積極維護國際的合作 文文斌指控呢 美方發布的政治化溯源 只會獨化國際調查 溯源的合作氛圍 更會破壞的是全球團結抗疫 注定沒有出路 文文斌還說呢 大陸始終認為 病毒的起源 是一個複雜的科學問題 應該由全球科學家 來合作研究 還強調除了大陸以外 包括了埃及 還有巴西等國 都有學者還有官員 發文抨擊美國的無端指控 並指控了美國 不應該甩鍋給別人 美國從川普時期 就不斷升高了種族對立 尤其開口閉口呢 就是中國病毒 川普都是這樣說 那拜登上台之後呢 持續對大陸在新冠病毒溯源來施壓 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呢 報告顯示 非裔還有亞裔受害者的襲擊事件 有增加 美國二零二零年的仇恨犯罪數量 創下了十年來的新高點 根據呢 美國超過一點五萬個執法機構 提交給FBI的數據 二零二零年發生了七千七百五十九起的仇恨犯罪 是從兩千零八年以來最多的 比二零一九年還增長了百分之六 數據顯示呢 因為種族成為目標的仇恨犯罪數量 增幅最大 針對亞裔的襲擊事件 從一百五十八起 上升到兩百七十四起 拜登呢 想要結束阿富汗的戰爭 集中力量對抗中俄 但是呢卻因此重創了美國的國際形象 以及自己的施政滿意度 跌到不能再低了嗎 還是繼續低呀 來看到是內外交迫 拜登又想利用對付中俄 換取認同感 這一招會成功嗎 不只被打上了問號 美國還被說你底氣不夠了 阿富汗問題 還有氣候問題 你都需要跟大陸合作 尤其呢 是美國總統的氣候問題特使 John Kerry 八月三十一號到九月三號呢 要訪問這個我們的華人圈 亞洲這個地方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就說 中美啊 有一些問題上存在分歧 同時在氣候變化啦 還有這些廣泛領域 擁有共同利益 雙方應該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 來保持對話溝通啦 還有開展互利合作 同時透過平等磋商來管控分歧 美軍離開喀布爾為美國史上最長戰爭 畫下句點 而阿富汗人是這樣慶祝的 阿富汗號稱是帝國焚場 美國入侵同樣逃不過宿命 阿富汗民眾以僧禮方式嘲諷美國 而拜登說他一接扛起責任 同時回嗆ISIS-K 拜登在這場辯護演說中 多次強調美國利益 也再度表示 如果繼續深陷阿富汗戰場 絕對不利目前和大陸 俄羅斯的競爭 因為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 國力大傷 拜登在美國撤離阿富汗的收尾階段 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 遭到13位殉職美軍家屬痛批 言辭抨擊 更成為華盛頓郵報報道焦點 儘管拜登說承擔責任 卻在演說中話封一轉 立刻表示 將聚焦於與大陸之間的戰略競爭 而大陸新任駐美大使秦剛 則是有不同觀點 他說美國有人認為大陸 在讀美國書 目標是挑戰和取代美國 但這是對大陸戰略意圖的嚴重誤判 因為大陸從不把自己的命運 壓保在別國身上 大陸從來沒有挑戰和取代美國 稱霸世界的決心 秦剛的說法似乎剛好可以從美國與大陸 兩國採取對阿富汗情勢不同的戰略 做法以及獲得的成果得到驗證 這也周恆天 綜合報導